也幫大家回鄉洗一下童年 這一盒我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有買過 老師老師 我是老師老師 我們叫Gamman 來各位 今天的話又來到我們開心的一個 彈珠人時間好不好 然後我要先說 今天補的這一集 基本上不是補新的機體 但是我要先說 今天補的這個東西 我個人敢講 絕對是戰鬥彈珠人系列裡面 最精華最精華最精華的一個東西 基本上沒有這個東西 可能戰鬥彈珠也不可能這麼紅啊 我們就馬上拿出我們的東西 這個部分就是戰鬥彈珠人 跟其他帶彈珠人 最不同最不同最不同的地方 但是戰鬥之間 我們先撇除一點 真的是要把對方殺掉的那個對色之外呢 基本上報球聯防他們那一代 我沒記住他們的比賽的話 就算也是推標靶 打一些什麼有的沒三角柱之類的 轟烈的話就算就是打巨塔嘛 打標靶 激戰系列的話就算就是完全的競技的話 更多那種對抗性的一個標靶柱 只有戰鬥彈珠人這一代啊 他們敢做完全對色型的一個彈珠人啊 這是我個人為什麼 就喜歡戰鬥彈珠的原因啊 然後呢我現在手上這邊的話 基本上就是第一季裡面 所出現的兩個DHB系統啊 這個的話是動畫版第一代的一個DHB 這個是動畫版第二代的一個DHB啊 然後呢 我們今天除了開箱這兩個之外呢 我還準備了一個東西 帶有聲光效果的DHB好不好 欸我要先說 小時候我是真的有買過這一盒 但是我買的是盜版的 然後盜版它那邊怪怪的 燈都要亮不亮的 所以呢 我很好奇他們那一年正版會發光的DHB 到底有什麼功用好不好 玩起來應該很特殊啊 也幫大家回想起一下童年啊 這一盒我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有買過 有的人可能買格雷版 然後有的人可能買大盒版 而且我記得以前還有出過那種 紅黃色大盒的一個版本啊 哇真的超懷念你知道嗎 在開始看這個系列之前呢 我們先來拿出個東西 順便跟大家講一下 這次的一個戰鬥彈珠人系列的特色 跟它的DHB的一個起源 這一台就是我們戰鬥彈珠人的一個 原型機漫畫版本的機種 然後呢我現在手上再來就是格雷機 因為我個人最喜歡格雷好不好 所以格雷的我收得非常之齊啊 基本上我們看到這台原型機之後呢 可以理解到一個點就是說 他們戰鬥彈珠人這一代 真的是要完全射擊的是 可以對戰 像舊版爆球聯發 他們基本上都是一些什麼砲管裝備啊 或是一些什麼彈夾裝備 基本上都是著重你就是 提升你的精準度啊 或是你的射擊容量啊 基本上上一代用的梗 這一次又難用 一定會有人覺得沒誠意嘛 所以他們這次的這一代 基本上就是射擊人主打 真的可以拿來射擊對方 以往這種彈珠人他們都會講說 不要對著人射 但是這一代的話 放膽去射吧 往死裡射就對了 也是因為這樣 這些機體設計的那個彈珠啊 才會這麼弱 開玩笑 你一個射出去27公里 把你的眼睛射瞎怎麼辦 所以基本上彈珠大幅弱的話 那是必然的好不好 我個人覺得應該有可能是 真的有被客訴過就是 射彈珠射到可能出人命吧 再來來到我們一代的一個 DHP系統好不好 這一個應該算是大家最熟悉的啊 基本上第一集就出現了 而且重點是 男者還有實際裝飾給你看 基本上上一代它是賣一體式嘛 應該就是官方覺得賣不夠 所以呢 他們將 DHP 機體 跟裝甲 分成三種來賣 三倍賺 然後還有加上一個點就是說呢 因為一代機基本上 他們每個人的核心 都是一樣的好不好 就好像沒有出現一些奇怪的核心 一代這個DHP啊 它是完全設計成裝甲式的 基本上他們都是以 一塊一塊一塊這樣的一個設計啊 然後每一塊都會有一些連接的零件 然後你可以把它鬥起來 這樣的一個設計啊 然後再來是上半部分這個啊 大家一定會跟我小時候一樣 有一個誤解 我們小時候在玩的時候呢 基本上我們都認為這就是一個瞄準鏡好不好 雖然整個透明程度非常之不透 你可能拿來瞄還有一點瞄歪 這個的話 基本上是一個類似那種防護罩的東西 我們平常在對射 難免可能會發生 就是可能有些人比較往上一點啊 那彈珠就會往上飛 所以呢 這個時候呢 這個就可以拿來保護你好不好 因為我們小時候可能 人比較小 依靠在這個後面啊 如果沒有這一塊的話 基本上 你可能現在就不會長這樣 你可能現在就少個眼睛了 所以呢 有這個的話 我個人覺得算是蠻合理好不好 顧及安全之外呢 基本上也把這個設計的很酷 讓它看起來像是一個 介面型的一個瞄準鏡啊 二代這個部分的話 上面一樣有防護罩 然後外觀上就看起來差不多 但是呢 它的本體 其實是長這樣 裡面的話 它今天有幫你設置一個彈夾 到達二代之後呢 機體的種類也變多了嘛 核心的種類也變多了 什麼三爪核心 一些有的沒的核心嘛 DHP這個系統是主打公平對決 兩邊的能力數值都一樣 所以呢 所以呢 官方索性在這二代上面啊 直接把它統一化 你們要對戰可以 但是呢 你們不能使用自己核心 必須使用DHP規定的一個核心 這樣子的話 兩邊的公平 剩下就是看個人的一個技術啊 以上這些就是 零到三代的一個歷史故事 我們這樣稍微跟大家講一下 DHP的一個流來 跟DHP的一個演化啊 然後我們講完之後呢 我們終於可以來進入正題 稍微來看一下 DHP的一個能力構造 兩代之間要如何使用 好各位 這就是我們一代 DHP系統的一個分解圖 組成的話 是由一個防護罩 再一個腿部基座 然後一個砲管 跟一個彈夾 這樣四個零件做一個組成啊 這一個是有擴充性質好不好 它這邊這兩個孔啊 就它是可以擴充的 所以呢 是可以配合彈夾跟握把 進行一個搭配使用好不好 基本上格雷的話 就是採用這樣的一個套件配置啊 我們講完它的結構之後呢 我們稍微來把它裝備一下好不好 裝備一下大家就會更有感覺了 DHP對戰型態好不好 基本上就是 將整個銀神劍的下半身 跟它的背部拿掉 之後呢 套用這些裝備就會長這樣 小時候大家要買一盒的銀神劍啊 不然就是買那種比較大盒的一個組額包 然後變成這樣的一個狀態啊 超懷念你知道嗎 然後呢 它的背部啊 差不多是長這樣 稍微給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DHP啊 跟一般的那種機子的對戰方法 是完全不一樣好不好 基本上它們不會打任何標靶柱 它們就是拿這一台 對射 要怎樣判定輸贏呢 我們稍微看一下 基本上它們這邊有一個砲管嘛 然後呢 假設如果你閃避不及的話 就會發生像這樣 它這個就會完全 卡下去 然後卡下去的那一瞬間 基本上 你就輸了好不好 每個人只有一條命而已 你在同時攻擊補彈的時候呢 你也必須去閃人家的直彈好不好 如果你沒有閃到 基本上一打 就會直接停掉啊 這也算是首次彈珠的系列裡面 搭載 真的可以拿來對射的一個系統 一代講完之後 再來換我們二代 二代的話 基本上它就做成一體式的 就是不是分成三個盔甲 這個時候呢 我們只要將 雙手啊 還有它的頭部啊 還有它的腿部 拔除就OK了 這樣子 我們就將我們的銀刃 聖劍給 裝置完我們的DHP系統 基本上這時候就開始 真的是完全標準化 對戰方法也是很簡單 你必須閃子彈 沒有閃到的話 就會像 怎樣 這樣子的話 就進入戰敗的一個狀態 這邊要跟大家多說一個點 它這邊的擴增區啊 它修改過了 以往這種舊式的啊 除非你有轉接器 不然基本上是無法使用 它會改成這樣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因為產品已經出了夠多種啦 這種舊產品可能就不會再生產了 我們這個擴充彈夾的地方 基本上已經可以連接 你以前買的這些彈夾了 所以基本上你就可以 這樣隨意進行使用啦 讓大家更方便 不用再去額外去追這種比較舊的零件啦 雖然這個後面也有再復刻過就是了 所以呢 這差不多是我們二代系統 然後除此之外的話 基本上 跟一代系統已經沒什麼差異了好不好 這一盒 發光版的 大家一定非常好奇啊 我剛才已經把它組完了好不好 我們直接拿出來給大家看 就不浪費大家時間了 這一台就是我們 深光版的一個 暗夜飛翼DHP系統好不好 基本上它的配色上啊 跟我們的影響神劍比起來的話 它是屬於 完全全黑一個配色 然後呢 它的防護罩啊 就像是採用 藍紫色的一個配色啦 它的Size沒有變大 但是呢 它是整台被拉高 它這麼厚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它的機座 齁齁齁齁 欸真的超級厚 因為它裡面是要放 三顆電池的 跟大家說明一下 然後呢 它上面這個防護罩啊 基本上也是完全變厚的 因為呢 這個防護罩 也是有光效的 我們講完之後呢 我們現在稍微 來跟大家說明一下 它的光效是什麼 基本上它是有搭載射擊聲 跟被擊破聲 這兩個聲音 你只要每壓射擊一下 它就有 蹦蹦蹦 就是跟蹦蹦一樣 再來就是說 它這光效雖然有點不明顯 但是呢 我稍微把燈關掉一下 欸我發現 它上面這個防護罩啊 會跟著一起亮燈啊 其實算是非常之亮啦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它裡面有一個 類似那種導光的管線 然後呢 讓下面的光 可以傳輸上來 最後就是 站BICE的那個聲音 非常的華麗 基本上跟蹦蹦一樣 所以基本上 這一整台 我覺得還不錯 雖然是我小時候 很想很想買的啊 但是我只有買過盜版 盜版的 要嘛沒光 要嘛就是光都怪怪的 所以呢 也算是幫小時候圓一個夢好不好 第一季的所有DHB系統 全部介紹完畢之後呢 我們來實測一下它一個數值啊 基本上讓大家知道它的能力 大概在哪裡好不好 因為我自己很好奇 第一個 躲也躲不掉的一個 彈數實測 那我們就先從1代開始測吧 8.51 8.61 嗯 差不多 8到9左右的一個彈數吧 畢竟它無法束縛嘛 這樣成績滿合理的啊 再來換我們在聲光版本啊 9.54 9.6 欸 這個束縛力有比較強一點 讓我有點驚訝 有比較快有差哦 基本上它可以打到9到10左右 這倒滿驚訝的 最後的話換我們的二代 9.1 8.69 8.66 一樣是8到9的一個成績 基本上也是沒有差太多 兩爪形的核心啊 所以呢 基本上威力只有這樣 我覺得它滿合理的啊 所以呢 基本上威力最強的話是這一代 然後呢 再來是這一代 最後再來是我們的一代 這樣子的一個排序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知道大家一定最好奇啊 如果它有音效 然後呢 又打連射 大概發展的視角好不好 我直接讓我們隔離再配人全配啊 但是我要先說一點哦 推桿空間就算是完全不能換的 如果你換的話是沒有辦法觸發音效 所以就算這種單手握把配置啊 欸不用想啊 你還是只能乖乖的這樣射擊 OK嗎 那我們就要迫不及待來幫大家測試一下 3.2.1 比1 發呦 其實有射擊聲 我是覺得蠻爽的啦 嗯 還不錯還不錯還不錯 一共28顆耶 欸成績不錯 我決定使用二代來測這個 二代專用的一個移動型標靶狀 你在跟人家玩對戰時 對方也是會動 所以就是差不多一樣的感覺 然後呢 為了方便我戰鬥 所以我這邊再多加一個 紅龍管子 喔有了有了 他已經 他已經進入我那個節奏啦 哇 可惜可惜可惜 前面卡材都彈珠了啦 我覺得如果我要設計的就是 打完彈珠會往下墜 基本上是12%還OK啦 這樣子的話我就差不多模擬出 就是我們平常在對戰的時候 對方就跟著一起動啦 然後你必須射擊 Türk對方這邊 才可以進行一個突破啊 最後最後 就是讓你們體驗一下 把人家擊破的一個快感好不好 我們以前小時候是真的有網路式的對戰 把人家擊破那次你知道多麼的爽啊 好啦各位 以上就是我們第一季的一個DHP系統全介紹 我個人覺得這個系統做的算是蠻成功的 所以呢 基本上這時候是我們小時候必玩的東西好嗎 不管是這麼難的盜版 反正大家拿這個就來對戰就對了啦 然後呢 我沒有朋友 所以呢 我們這句話沒有辦法隱私對戰 我也抱歉好不好 我們只能講解一下系統 好啦 所以呢 意義上就是我們這一次 一個戰鬥單純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請記得幫我按讚 分享給我的影片 分享給我的影片 我們影片下期見 掰掰